其實我現在玩完全全沒有料想到這些事情 在那個時候要發生 我已經超感動的 非常嚇到 我自己的經驗談就是 一定是最想愛人的 但也可能會是說話最難聽的 那至於生了孩子的另外一期 大概可以講兩回合嗎 對 你才幾個月大你就已經做了 真的要生了 真的有計畫嗎 我們加油 謝謝 想愛人 謝謝大家 就是很感動 非常開心 謝謝謝謝 有嗎 有我有 因為我到下次 其實我真的玩完全全沒有料想到 這些事情在那個時候要發生 我已經超感動的 非常嚇到 剛剛一直在哭 他剛剛一直在哭 他剛剛一直在哭 他也不下哭 想嗎 多多謝謝 沒有啦 歡迎我們自己的經驗談就好 一定一定是最想愛人的 但也可能會是說話最難聽的 因為所有難聽的話 都還沒出 最後都是聽到家裡發洩的 但這個時候另外一半就有很高的意義 所以我們去承受這些日子 到那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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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成為第一次的初遺跡 對 那至於生孩子呢 另外一題 大概可以講兩題嗎 你才幾個月大你就已經做了 真的要生了 真的有計畫嗎 加油 謝謝 想愛人 我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然後我看很多那種浪漫愛情電影 就是 It's a big moment 然後所以想說會講一些 什麼什麼 從這邊是你講 但發現不行 我要講的話我就爆哭 所以我要Hold住我的那個 當下的那個男人的那個 manliness 所以我就講的比較簡單 因為其實情緒都在 然後想表達都 都有表達 我有哽咽 我把他咽下去了 對 他有哽咽其實有點用 你有沒有用 有他非常感動 對 就很開心 對 他這件事情 結果很久 結果很久嗎 結果很久嗎 算有一陣子吧 我的個性比較不是一個太公 就是在我怕有人在看啊 會覺得很尷尬害羞 所以最後就剛好在我們住的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陽台 就屬於自己的空間 然後就很 很 怎麼講 很順 很自然的 安排了一個這個 求婚的 的moment 這個還要再討論 要什麼樣子的風格 什麼什麼 對 反正不會有很快 應該對 還要再一陣子 應該說 我沒有入圍過 所以我對任何 精類的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 就沒有在follow 對 所以在機場聽到時候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的 這個 一件事 然後真的很歡樂 很開心 然後說我 有比較想得哪一個嗎 我自己真的 我覺得有入圍 我就很開心 當然我經紀人說 如果可以拿信任 會蠻酷的 因為他說 是這個人生只有一次機會 對對對 所以 信任衝一波 浩尹那你心情 我 我還蠻平靜的耶 但金馬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金鐘比較多次 我也是第一次金馬 所以 但是 我跟Eric也有一點像 就是那天其實我沒有預期 會入圍 老實說啦 就是那天我以前都在睡覺 然後也是我們監製打開 所以你入圍 我說什麼 我入圍什麼 我才知道那天金馬在公布 所以我的心情差不多跟他一樣 然後立刻就跳起來 非常興奮 跟金鐘不太一樣 就還是蠻特別的 有電鍋啊 什麼 很爽 有電鍋 有電鍋 有麻將 很爽 好